大家好,欢迎收看GoldMarkets盘前解析 GoldMarkets一站是全中文服务,为您的交易助上一臂之力 今天是1月13日,星期三,我是Joy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股的情况 那昨天晚上呢,美国的民主党发表了一份声明 声称呢,民主党掌权了之后 参议院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进一步的通过这个新冠的纾困措施 那美联储呢,也站出来表示 在2021年呢,将会继续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此言一出啊,推动了黄金重新占上1850美元 现在的报价为1855美元每盎司 白银的上涨幅度呢,是更为强劲 涨幅呢,达到3% 现价是25块5毛6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经营比的这个比例呢,已经在缩小 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白银 那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呢 美国的三大股指呢,也悉数收涨 新能源公司的表现特别强劲 比方说特斯拉在盘中呢,一度是上涨了6.72% 收盘上涨了4.7% 那GM的通用公司呢,更是发布了凯迪拉克的飞行概念汽车和电动汽车 在此消息发布后呢,股价上涨了6.22% 股价创出了新高 那飞行概念车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我们平常听到的,也就是所谓的空中客车 这是一款垂直起降的自动驾驶电动汽车 可以乘载客车呢,在街道上以每小时55英里的速度飞行 这是非常超级的技术,有可能重新定义人们未来的出行方式 我们再来看看澳洲方面 澳洲财长呢,昨天以国家安全为由 拒绝了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对澳洲承包商ProBuild的一项3亿澳元的收购 理由是ProBuild目前承包的项目中有为维州建设新的警察总署 以及CSL的这个总部大楼 那这两项,这两个项目呢,涉及了国家的安全 虽然我觉得这个理由呢,有点比较扯啊 而且呢,因为之前也有过类似更加大型的这个收购案 那也都是通过了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呢,目前的这个中澳关系有些剑拔弩张 那近期呢,我这边也收到不少客户的咨询问我A2能不能抄底 那我的表达呢,我也想在这里跟大家重申一下 那公司呢,是非常好的公司 目前的现金流很充足,护城河也很深 品牌的认可度也非常的高 但是在目前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呢 什么时候A2能够重回20块 恐怕不是公司的管理层,或者我们普通的民众可以决定的 所以我的看法是抄底是可以的 但是呢,大家可能需要做好心理日期 因为这个恐怕是一个持久战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问题想跟我们讨论 欢迎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微信 GoMarketsAU2和GoMarketsAU3 在澳洲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 03-8658-0603 03-8658-0603 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哦 一键三连我们下期再见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